大家好,今天我向你们介绍相似三角形的概念。 让我先把它们写下来。 相似,三角形。 那么,在日常生活中,相似是什么意思呢? 如果两件事物是相似的,它们属于同一类型,但它们不是同一事物,对不对? 相似三角形同样也是这样的。 相似三角形是两个三角形有相同的角度。 我来特殊标注一下,是相同的角度。 那么现在,让我画两个相似三角形吧。 我会尽量把它们画得相似一些。 因为它们是相似三角形,但也许只是大小不同。 所以,这是一个。 我要画另外一个在这里,画一个尺寸小点的吧。 它们只是形状不同。 它们不一定是相同的大小。 这是我喜欢的一种方法去思考。 相似三角形。 它们只是一种可放大或缩小或左右旋转或翻转。 但它们都具有相同的角度。 所以,它们基本上是相同的形状。 例如,这两个三角形。 我告诉你,这个角度等于这个角度。 这里的这个角度等于这里的这个角度。 嗯,不用说。 你已经知道,这个角度也等于这个角度。 这是为什么呢? 因为,如果两个角度是相同的。 那么,剩下的角度一定是相同的。 对不对? 因为,三角形的内角合等于180度。 例如,如果这是X,这是Y,这个角是180-X-Y,对不对? 这可能太小了。 但是,你看到这里也是相同的。 如果这是X,这是Y,那么这个角度就在这里,就是180-X-Y。 因此,如果我们知道两个三角形有两个角相同, 我们就知道第三个角也是相同的。 所以,我们也可以说,这个角度和这个角度是相同的。 如果所有的角度都是一样的,那么我们知道,它们就是相似三角形了。 我们现在可以再做一次。 我们知道,两个三角形是相似的,有什么条件呢? 那么,我们可以利用这些信息来证明,尽管它们没有相同的两边。 但是,相应的边长的比例是相同的。 我知道,这会让你很困惑。 让我给你举个例子吧。 假设,这一边是5,这一边就让它是6吧。 那么,剩下的这一边是7,好吧。 而且,我们说,假设,我们知道,这个小三角形的这一边是2。 我们知道,对应边的比值是相同的。 所以,如果我们看这两个三角形的样子,它们是完全不同的尺寸,但它们都有相应的两边。 因为这些边,所对的是同一角度,对不对? 这条边,与外角相对。 然后,这边,也与外角相对。 你看到的这个三角形,可能太小,但希望你知道我在说什么。 所以,这些都是对应边。 同样的,这一条边,这条蓝色的边,跟这条蓝色的边,这也是对应边。 为什么呢? 不是因为,它们是在左上角三角形的缩小板。 这是因为,这条边所对的角相同。 这就是对这类三角形的考虑方式。 特别是当你开始接触相似三角形时,这是一个对三角形很好的思考方式。 那是什么呢? 因为,双方之间的相应比例是一样的。 所以,让我们说,我们要弄清小三角形的这边。 那么,有一个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。 我们有一边,我们可以说,这边比上这一边。 所以,x比7将是等于这边比上上一边,是等于2比5。 然后,我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 为什么我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? 你不能随便拿个三角形就这么做。 这只能做相似三角形。 因此,我们便可以求出x。 这是5分之14,估计等于2.8左右。 所以,这小于3。 我们可以用相同的方法做这黄色的边。 所以,如果你知道两个三角形是相似的。 你知道一个三角形所有的边。 你也知道了另一个三角形的一个边。 你就可以计算出所有的两边。 我感觉我在说绕口令。 所以,这条边我们称之为y。 我们可以做像刚才那样。 我们可以说y比6等于2比5。 如果这个三角形这边做分母。 那这个三角形另一边也要做分母。 也就是说,你用第一个三角形的边比另一个三角形的边。 等号右边也要用第一个三角形的边比上另一个三角形的边。 你要确定你用的方法是一致的。 然后,我们就可以解决了。 所以,y等于12比5。 让我们利用这个相似三角形有关的信息来做另一些问题。 我先清理一下这边。 好了,我们继续。 让我们使用我们已经学过的几何的一些知识。 我用两条平行线。 这是第一条。 然后,这是另一条。 然后,再画一条结线。 截取这两条平行线。 然后,再这样再画一条。 我说什么? 我说这两条线是平行的。 我知道,这条边是5。 5。 假设这是浅蓝色的。 它的长度是5。 这一条边。 我换另一种颜色。 红色的这个长度是8吧。 我想知道,橘红色的这一边。 嗯。 算了,我把这一边也给你吧。 这是6。 这样,我们就知道这个三角形的所有边了。 我想要做的就是弄清楚这一边。 就是这里,这个紫色的一边。 那么,我们怎么才能知道呢? 所以,我们开始使用这个比率这个知识。 我们需要自己证明。 证明在一般情况下,这些是相似三角形。 那么,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? 让我们看看,我们可以找出哪些角等于其他角度。 我们在这里有这个角度。 这个角等于这个三角形的哪个角呢? 嗯,是它的对面这个角。 所以,这两个角互相相等,对不对? 因此,我们知道它的对面是它的对应边。 我们不知道它的长度,但我们知道它对应这边的长度是8,对不对? 我忘了给你一些信息,黄色的这一边是4。 因此,我们知道这两个角度是一样的,并且这是这个角的对应边。 我们能否找出其他相同的角? 比方说,我们知道这是什么角呢? 这个双线角,在这里。 因此,在这个三角形,有没有角和这边相等呢? 当然,我们知道,这些都是平行线。 所以,我们可以使用内错角相等的这个定义。 时间不多了,我会在下一个视频继续介绍。 让迄得非常大家在意 Hidden Go 指定的那种确ology 23. 余文说的。